运动自由广阔天地 运动开创展新天地 彭广阳主播 每家男篮 始业一篮 每家地区男子职业篮球大联盟NBA第78届例行赛季 由2023年10月24日起展开 30支球队将持续各自作战82场到2024年4月14日 大联盟的季后赛将从2024年4月20日起对阵 年度总冠军最晚必须于6月23日产生 首页的赛程是由众望所归的加州洛杉矶湖人队 在客场对抗志在未免年度总冠军的科罗拉多州丹国金块队 湖人队在上半场以54比63落后 中场以107比119名份 自始至终挡不住对方中锋约科齐Nikola Joki的大三元表现 另一场比赛是亚里桑那州凤凰城太阳队 在客场挑战加州旧金山金州勇士队 双方在第一节各自收获28分 勇士队在上半场以46比61落后 虽然在第三节追赶得到40分 但是比赛结束时是以104比108败倍 大联盟一年一度的全明星表演赛 预定于2024年2月18日于印第安纳印第安纳亚波里斯举行 以下是有关这个球技的部分讨论热点 一 主场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暴龙队 在德国籍的组织后卫施罗德·Denis Schurder策动下 中时会更灵力吗 二 费城七六人队 波士顿塞尔蒂克队 密尔瓦籍公路队 会不会又是同级都是累积51胜 3.34岁的后卫哈登 James Edward Carden Jr.究竟何去合同 4.法国天才常人温班亚马Viktor Wambanyama 真的会立即有效地改善圣安东尼奥马斯队的战绩吗 5.洛杉矶湖人队的前锋詹姆斯LeBron Raymond James 还想证明什么 6.奥兰多魔术队的哥俩好番茄罗和维格纳 Paulo Pancaro and Franz Wagner 能够越来越给力吗 7.休斯顿火箭队在大幅度进行人事变动之后 可不可能马上摇身一变成为大联盟西区 有竞争力的队伍 8.大联盟与本节例行赛季开始之时 共登陆来自全球六大洲40个国家和地区的125名球员 其中美国的邻居加拿大就提供了26名额 大联盟的全球化脚步接着走向额处 横广扬 2023年10月25日